都知道庆余年里面的长公主暗恋庆帝 却又与太子有暧昧 那你知道这段乱文的三角恋 是如何曝光的吗 范贤通过自己在宫内最隐蔽的卧底红竹 挖出了太子和长公主的估值恋 决定利用此事扳倒长公主 但他不想让任何人牵扯进来 于是设法让多疑的庆帝自己发现这一丑闻 他先教红竹将一块皇后遗事的玉绝放到广信宫 然后设法让皇后发现玉绝被偷 杀死一名宫女 买好榨药后 范贤便重下江南 等待好戏上演 有趣的是 就在范贤设法曝光这一丑闻的同时 陈萍萍也在暗中推波助澜 让太子与长公主彻底闻献 陈萍萍通过红竹这颗棋子 知道太子得了花柳病还跟长公主搞暧昧 于是决定再添一把火 让费界配置良药 抚一补肾壮阳之功效 然后通过京都大药店回春堂的销售渠道 将这些药物送到东宫 替太子治好花柳病 顺便帮她突破最后一道防线 跟长公主尽情享受雨水之欢 可是那些送药卖药的人就惨了 他们交完差事就悄无声息地被灭了口 先前那名宫女莫名其妙的死 已经引起了庆帝的注意 她派人暗中调查 得知此事与东宫太子有关 可还没等她弄清其中原委 后宫又连续传来太医报彼 和回春堂被烧的消息 胡信多疑的庆帝 将这些信息结合太子近期经常去公主府 身体莫名其妙变好的情况加以分析 终于猜到了某种恶心的可能 她急忙让洪四祥去调查真相 结果发现那些离其死去的人 全部是中断的线索 不过 洪四祥在被烧的回春堂现场 捡到了一颗不慎壮阳的药丸 庆帝顿时觉得头顶绿悠悠的 她怒不可遏 于是连夜宣臣平庭入宫 集结监察院所有力量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将东宫和广信宫所有宫女全部杀死 防止家丑外传 并将长公主在京中的所有明面势力 广信宫向长公主问罪 当晚雷电交加 外面正下着雨 面对庆帝浑身湿透又怒不可遏的样子 长公主不仅没有感到丝毫畏惧 反而露出嘲讽和鄙夷 甚至欣慰的神情 说天下第一强势的皇帝哥哥 竟然也会如此狼狈 庆帝勃然大怒 掐住长公主的脖子 将她提起来 抵在墙上 问她为什么要这样做 长公主笑着回答说自己15岁勾搭灵相 生下灵婉 如今30多岁了还未嫁人 这些还不都是皇帝哥哥你逼的 明知我喜欢你 你心里也有我 却故意假装正经 有贼心没贼胆 后来娶了叶青梅 冷落我这么多年不说 还将内裤收了回去 交到那个女人的孽种手上 完全不顾我的感受 老娘我这辈子既然得不到你 那就选择跟你长得相像的儿子做替代品 更何况 她也确实喜欢我 我们各取所需 有何不可 庆帝闻言气的肺都要炸了 掐在长公主脖子上的手逐渐用力 恨不得马上杀死这个疯女人 便在此时 被困东宫的太子心急如焚 她知道如今整个皇宫 能救自己和长公主的人 只有太后 可是东宫已经被围 根本无法与太后取得联系 情急之下 太子命人放火烧宫 转眼间熊熊大火燃起 让红皇城半边夜空 负责看守东宫的姚太监身之 如果任由大火蔓延 烧死皇后和太子 自己也吃不了兜着走 她急忙高呼救火 于是原本悄无声息的秘密行动 瞬间变得鸡犬不宁 寒光殿里的太后终于被惊醒 她起身派人打听 才指使皇帝突然清宫 太后心系女儿安危 急忙带人前往广信宫一看究竟 结果发现庆帝正在掐着妹妹的脖子 太后一声怒吓 及时阻止了庆帝的暴力行为 这才避免一场兄妹相残的人伦惨案发生 经此一事 长公主便开始对庆帝怀恨在心 后来 当她听说庆帝要去大东山寄天时 不惜动用老君山的势力 请出大宗师叶刘云 并派人说动北齐的苦河和东一城的四部剑 齐聚大东山 打算趁此机会灭了庆帝 于是便引发全聚最精彩的大东山之战